今年是鼠年,走进泰玛里香利图书馆可以看到有46只五颜六色的感动鼠就设置在馆内的书架上 这些都是三合国小学童以代表家乡的五种颜色彩绘感动鼠素胚 亦以发挥巧思为小老鼠穿上彩衣 即日起展示在泰玛里香利图书馆里头,欢迎大家可以前往欣赏 走进泰玛里香利图书馆可以看到桌上与书架上放置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小老鼠 总共有46只 这些都是三合国小学童发挥巧思为小老鼠穿上的彩衣 黄色还有绿色和黑色 我就是先画在一个设计图上 然后再按照那个设计图画 所以就觉得不开心 我用蓝色 有用红色还有绿色还有黄色 就是我觉得我的小狗的脸很像老鼠 所以我才会叫他动鼠 三个组读学堂实验小学 藉由学学文化创意基金会办理的小感动鼠彩绘计划 带定全校46位学童找到代表家乡自然环境与人文特产的五种颜色 像是世家绿 咖啡果红 金黄果 黄等 以从中培养孩子的艺术美学 透过我们在采集色彩的时候 去在用户外探索课 可以让孩子走出户外 让他们知道说原来我们学校附近 或者是我们的山河渔港 或者是我们的西游山 山上有很多的在地文化的颜色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有更多的美学的素养 学童设计的46只小老鼠 从即日起展示在泰玛里乡历图书馆内 也邀请大众一起到图书馆数来保 只要找其馆内所有的感动鼠 还可获得奖品 就讲解泰玛里乡报道